近日,四川成都宽窄巷子里的一个外国小伙制作沙平画引发了网友的关注 11月27号,记者来到了位于宽巷子深处的这家小店一探究竟 眼前这个正在制作沙平画的皮肤微黑的小伙子叫做阿菲特,来自孟加拉国 阿菲特告诉记者,今年已经是他来到成都的第四个年头了 我是孟加拉的,我来到这里四年多 我是26岁 后来我喜欢成都,还有过来我说的几个东西 这个说的阿拉伯沙平画 后来就说这个东西,这个中国人喜欢 还有我也喜欢成都,带来说这个沙画,阿拉伯沙平画 据了解,沙平画最早是阿拉伯由木部落的民间艺术品 常年生活在沙漠里的贝都英人 将不同颜色的沙子灌入形态各异的玻璃瓶中 利用沙子的可塑性,不使用任何粘合剂 在瓶中堆出五彩斑斓的沙漠奇景 阿菲特一手拿漏斗,一手拿瓶子 随着他轻轻地摆弄手中的器具 沙子慢慢地流入瓶子 再用铁丝在沙中勾勒 一个沙平画就这样制作完成 阿菲特告诉记者,他18岁时失从自己的爷爷 现在只需要十多分钟就能制作出一个简单的沙平画 除了具有阿拉伯特色的沙漠风光外 记者在现场还看到写有成都宽窄巷子字样的沙平画 由于店内目前只有阿菲特会做沙平画 再加之制作瓶器的制约 目前店内的沙平画主要还是以沙漠风光为主 但在未来,他们打算将成都特色融入进去 制作更精美的沙平画 他现在主要做的就是一个阿拉伯那边的一个比较特色的东西 然后我们也有打算把成都特色的一些东西就融入进去 据了解,宽巷子位于宽窄巷子景区内 每天都会接待大量的中外游客 也吸引了不少外国人前来就业、创业 阿菲特只是在宽巷子社区就业的外国人之一 为了更好地为他们排油解难 宽巷子社区正准备建设国际化社区 我们社区准备在2020年成立建设成为国际化社区 我们会设立专门的为外国人服务的这么一个点位 为外国人解决一些他们在这里生活上的困难 还有些政策上的办理啊 手续的办理这些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